這個圍都敗之後不中去了 山水化 你看那個水流 你看 從客廳陽台跑出去了 那個水流啊 所以你一個錢也撈不住 居家擺設位置不對 對財運真的有莫大的影響 國際命理風水靈學權威老師陳明德 親自走訪藝人林紫薇住家 運用各種不同的小技巧 讓居家環境招財旺財又補財 你按這個招財進保的時候 這個領埠就要按這個財位令 就是這樣 讓它定位 讓你的財位定位 這間屋的地理方圍 教你無緣 啊 無恥 房居怎麼說 你想想 你看你的村尾 後面是大湯 又近坑 對啊 人好好的操場啊 對 這都是大口坑 這不是夢寐以求人家那種 視野很好的風景的房子喔 應該是這樣說 你如果說這樣應該就是 你睡這邊 你也可以 眼睛看那邊 對 光線明亮這樣是很好 不過你如果在你後面 就不好了 你這間看起來 你看這個方向也沒有 這裡還有涼下也不行 對 涼下 這邊你看衣櫃間 這裡也不行 這裡也有涼 你要放那邊又是廁所 那是廁所 對啊 這裡看起來這間的地理 對 都總不下你啦 俗話說 一命二運三風水 持續即將進入農曆鬼月 居家風水擺設就顯得格外重要 生活上許多風水命理的小細節 更是不可以忽略 避免這個七月是說 你平常是很愛運動 很愛白痴的人 在這個時候 老師的看法 還是說 比較喝奶子 八月才來 七月當然可以避免這些問題 敬人 敬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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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平定心 怎麼可以說 因為你本身去學習什麼 去信用某一個教 應該有的雷節 你就不做 這當然要很小心 普渡好兄弟之餘 老師也提醒所有信眾 今年生肖屬猴與屬虎都犯胎歲 不宜進行任何大小投資 記得一定要安胎歲 運勢才能平安穩定 至於生肖屬雞 屬牛屬羊的信眾 今年適逢好運是流年 是一盞長才的好時機 你如果要結婚 要投資做生理 也就是說你有什麼壓心的人 今年都可以順利來達成這個理想 所以要巴押 好流年來唱 但是今年 比較薄的地方就是太老 太老的人 今年換頭髮 如果結婚的人 可能有這個夫妻危機 會因為 反這個頭髮 不管是 南鄉也好 還是流鄉也好 有結婚的人 今年一定會比較收奔奔一下 陳明德老師 再次提醒民眾 命運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任何大小事 都能有預防改變的機會 但是最重要的是 常說好話多做好事 自然就會有貴人相助 好運也會到你家 改革大台北數位新聞 從小米 再次見到小時候 再次見到小時候 再次見到小時候